5月3号搭载嫦娥6号探测器的长征5号摇巴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嫦娥6号将前往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 开展月球背面取样 此次嫦娥6号任务提供了开放的国际合作机会 搭载了法国的冬季探测仪 欧空局的负离子探测仪 意大利的激光脚反射镜 巴基斯坦的立方星等四个国家的载荷和卫星项目 3日上午 国际载荷代表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们高度赞赏嫦娥6号任务开展的广泛国际合作 并赞同在后续月球与深空探测领域继续寻求新的合作 欧洲和美国都很努力在探测所有的地址 但是没有太多天空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航空的第一个美国的机会 这就是一个第一次合作 记者了解到 嫦娥6号将搭载凹空局的负离子探测仪 飞复月球 探索月球表面的负离子 而这一研究将对基础科学的发展 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们的模式预计 我们的模式预计 那时空气预计 当它遇到的颗星 应该会发生 发生的重量和回復 的各种各种类型的 但质量的氧 特别的氧 和氧 并没有被试图 如果有质量的氧 在海中的颗星 如果有质量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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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能够改变 我们的模式预计 更好理解 长河6号还将携带法国的冬气探测仪 该款仪器是为探测月球冬气量身打造的 这也是法国第一个进入月球表面的仪器 据悉长河6号的一项重要使命 是前往月球背面采集月球样本并带回地球 皮尔尔伊夫梅斯林表示 希望未来法国能够有机会获得中国带回的样本 所以我们有1.5克给美国的冬孙去中国 所以我们在美国在美国准备在美国准备 我们在美国准备在美国准备的那种